嗨,各位,歡迎來到粵語娛樂節目。 以前的我都不喜歡找女人過日子, 現在就覺得自己的東西沒那麼久不給女人養都是好啊。 其實,婦婆的養生飯有多好吃,只有親身試過的才知道。 馬冠東,他的名牌標籤裏面有一樣就是養生男, 但今天的男主角可以說比他更厲害。 他出身公屋,找了個身家五億的婦婆,真是想都不敢想啊,黎諾爾。 原名叫黎日昇,家中三兄弟排行老耳。 父親生前做運輸工人,但他還小時候就患癌離世, 媽媽做清潔工夫讓他們三兄弟長大。 黎諾爾小時候成績不好,所以沒考入大學。 中學畢業後就去銀行做職員,之後他參加TVB的第18期藝運訓練班入行。 初入行的時候,他足足有180磅,不想到現在竟然瘦了成型男。 有人說他跟陳百強好似,我覺得他更似陳曉冬。 他起點蠻高的,入行不耐,就在當四葉草碰上劍尖時到擔任男主角歐陽日。 仲同林、吳卓熙、陳建峰、黃忠澤、馬國明組成了奧運六星。 可見TVB對他的重視。 結果之後,他被調去兒童組,事業發展由天堂跌落地獄。 入行十幾年間,他一直是萬年六業。 出現了十兄弟會通天下,發正先鋒街大歡喜,下一站彩虹等等。 2007年拍《淡心風暴》的時候,他窮到交不起房租,一日三餐只能吃麵包。 事業一直沒有大喜大樂,他就去內地參加了舞動棋比賽,和金神合作拿了個冠軍。 雖然沒有留在內地發展,但事業卻迎來了轉機。 12年到16年,他在外回家道擔任男主角之一馬藏,成功走紅。 在劇裏面,黎諾爾和朱惠敏的感情線是一大買點,但私下裏卻全兩人非常不禍。 據知,有次拍廠景,朱惠敏想黎諾爾比句對白入戲。 誰知對方丟低一句,做了那麼多年戲,連自己打X機都不懂嗎? 一句話令全場演員、劇組人員即時嗷嘴,令朱惠敏相當尷尬, 但這些轉言當然是不會承認了。 之後,黎諾爾又相繼演了燦爛的外母的黃少明、 不懂撒嬌的女人的何哲超包括之後和李J森合作的BB來了, 都大獲好評,還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現在他還換去中藝界,傳言以七位訴酬奴答應了TVB做監製, 陸續監製了節目《三心有行義》。 爸之弊,你來臭呀,和隨意深度行成果都不錯, 事業終於有些喜悉,婚姻也令人羨慕, 但美好的日子都是由糟糕的過往鋪墊的。 黎諾爾的城市,陷給老太太的包腳布,又臭又長。 在藝訓班的時候,黎諾爾就好喜歡胡依恩, 但那時候事業無成,無膽量追女神。 之後又和蒙家衛傳出緋聞, 不過那時候蒙家衛好像正和鄭伊健曖昧。 黎諾爾還是兩人的媒人,估計是炒作。 和港姐冠軍陳婷欣都傳過, 兩人曾被傳媒拍到在赤柱密會兩個小時, 用餐後去海邊漫步, 記者上前要求他們拍照, 兩人神情非常尷尬。 緋聞女友還有婦詠, 傳媒爆料婦詠曾幫南方買內褲, 關係不簡單。 有趣的是黎諾爾和楊兒都有一段, 是羅仲謙的老婆, 傅詠則是羅仲謙的前任。 傅詠和羅仲謙戀愛之前, 還爆出羅仲謙家報他。 鬧得滿城風雨, 果然娛樂圈是個圈。 黎諾爾和楊兒欣拍真相認識。 當時的楊兒患病在身, 黎諾爾對她照顧有加。 緋聞就慢慢傳開了。 兩人經常一起逛街, 傳媒還多次拍到黎諾爾出入楊兒家, 很熟悉的借用對方車位。 有視訪的時候, 提到黎諾爾和楊兒還嬌真的話, 她都還未表白。 反正大眾基本上都當他們是戀愛著。 不過據說, 楊兒媽媽嫌棄黎諾爾沒有前途, 被傳媒拍到公開之後, 不到一年就分手了。 譬揚兒鎖了之後, 黎諾爾又火速撻上了婦家女李潔盈。 李潔盈參加過07年香港小姐選舉, 不過只入了16強。 李潔盈來頭不小。 家族經營美容生意, 旗下有18間美容院。 而李潔盈在公司都擔任總經理一職。 她爸爸除了是美容集團的老闆之外, 還擁有市值近3億元的物業。 身家至少5億。 妥妥的隱形富豪。 李潔盈至新, 還是香港慈善機構 慈善亞習的會長。 慈善亞習是集合力界 香港小姐得獎者及參賽者的組織。 於1982年創立, 在TVB有一定的影響力。 兩人交往了3年, 14年結婚。 成為5億福馬之後, 有傳岳父出手4千萬 扣置物業給黎諾爾和李潔盈居住, 但5億福馬不好做。 據爆料,岳父曾讓黎諾爾打理美容生意, 叫他學做生意, 但他一直拖。 岳父發火和狠批女婿, 最後不歡而散。 不過和老婆感情還是挺好的。 之後,先後生了兩個兒子, 黎諾爾和黎奕臣兩個兒子的名字都是老婆取的。 黎諾爾文化水平低, 被澳洲留學的太太下禁令不准幫取名。 廚藝了得的黎諾爾, 最近就秘密入股飲食集團, 成為33間餐廳的創意總監, 正所謂力不道不為才, 近日在尖沙咀的一個大型商場。 東周刊就發現他正在巡視業務, 油樓面、除房、收銀、水壩等。 他都一手包辦, 和員工密密針打好關係。 期間,他更親力親衛為客人釣飲品, 全身心建設自己的飲食王國。 現在43歲的黎諾爾, 小小過一家五口住在屯門, 的公屋原本樂也融融。 但,突然晨天霹靂,任職運輸工人的爸爸, 因癌症離世。 而那母婆的黎媽媽, 唯有咬緊牙筋獨力帶帶三個兒子。 當年的日子可想而知苦不堪言, 一家人只好申請鍾援《假然味之急》。 三兄弟排行第二的黎諾爾, 曾益術做小販的日子。 雖然有好多人住過公共屋邨, 但都不是好多都做過小攤販。 我就試過咧。 我媽媽做的羅卜斯酥餅,西米露好好食。 當年她就拿出去擺檔, 為怕有人來無收, 所以街口有人專門網封。 他們通知攤販, 我們就立即推著木頭車快跑。 另外,警察和房屋鼠做法不一樣。 如果房屋鼠, 只要我們跑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他們就不可以抓我們原來, 廚藝了得的樂意, 近年小小地進軍飲食界, 早年,為餐廳煮你月餅,高點的她。 最近就自爆斥資過千萬加入飲食集團。 她打趣說, 我負責餐單設計和發展, 角色與高級打雜。 問到木前身兼監製, 演員及做飲食生意, 會不會分身不下。 她表示三個範疇的目的都是想令人開心, 我有信心應付得來。 飲食集團現時已有超過三十間餐廳, 計劃今年內再開二十間分店。 按理養造只是希望能在演藝工作外, 做一門屬於自己的家族生意。 將來可交給兒子接手, 留多些東西給她們她少言老婆有幫忙試食 及給予意見, 還讚她設計的餐單滿分。 事實上, 黎諾爾身為三十三間餐廳的創意總監, 已經亡得一頭煙。 據悉, 為了聽取顧客的意見, 她只要不用開工, 就會落餐廳巡視業務, 目的是為了與顧客打成一片。 日前, 本刊在尖沙咀的一個大型商場內, 就發現她正在一間西, 入混合的餐廳打點一切。 現場所見, 身為老闆之一的她, 由下午午時開始, 就在樓面、 廚房、 收銀、 水壩等走來走去。 期間, 她更走到水壩為客人釣飲品, 又在廚房試食了好幾口菜, 而這亦是她的晚餐。 在餐廳的五個多小時女, 她幾乎沒有一分鐘停下來。 大家應該改口稱呼她做泥總, 更加貼切。 結婚這麼多年都沒有爆出過什麼緋聞, 除了有次與湯樂文一齊疏面被拍了。 亦都是, 有錢漂亮身材有好的老婆, 可以不用努力套勞啦。 將甚至都放在事業上後, 連事業都有欣欣向榮的黎諾爾, 何苦要跟著身世低微的譚嘉儀呢? 如今, 黎諾爾不單是一位演員, 更身兼綜藝節目監製, 加上自己的生意。 無論是事業還是家庭, 她都獻得十分忙碌。 唯一開心的事, 就是找了婦婆的黎諾爾已經有金飯碗啦。 大家對此點看,歡迎留言。 本期節目就到這裏, 我下期再見。